我们先说第一个 开了一家类似于第三方劳务派型的工作 是你创业的是吧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创业的话 可能是我比我同龄人想得多做得多 因为我上学在霍奥特 然后手里面有霍奥特当地的一百多家的 相关企业的一些坐机电话 还有他们的姓名 这样呢方便我直接跟商家沟通 那我在学校 我们学校又有设计方向的学生 那我就在想 我这边跟商家沟通 我这边找我们学校的人做设计 做包装盒或者说一些传单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从中间 对个缝赚点钱呢 然后这个做的一开始还是挺成功 然后这样的就做老陆基三方派遣 做的怎么样 当月是八千多 八千多 总共赚了多少钱 总共在这广告这一块做一万多点 那个你的第二份工作说 刚才说的巧合 是因为你的合伙人赖账 所以把他开的价项转给你 是 这个合伙人是不是就是 劳务派遣工作当中的合伙人 对 他欠你多少钱 七千多 他欠你七千多 然后就把他开的价项 递给你 他不是 不是像你想象中那种大价项 只能说上面有两两皮卡 这两两皮卡 还是我后来开价项的合伙人的 那么你在七千块钱的债务 和一个很小的价项 这之间 你在选择的时候 肯定是有过纠结 对吧 因为七千块钱是现成的嘛 我没有纠结 你没有纠结 直接选择了价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的话 我能看到我能赚多少钱 然后也能看到 我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能锻炼到的东西 而七千块钱 我拿到手里花完美了 那你还是想学东西 你招的这个学员 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吗 对 价项的 所以我确实 我一问你这 我觉得你这是提炼能力 挺有限的 这样会 会遮挡你很多优点 你明白了 其实就是看着大学生 有这么一个市场可以开发 对吧 然后那边又欠你钱 你这是好挤营的做法 又把债讨了 又把大学生市场开发了 还不是盲目地推销 原来重复的兼职产品 他这不得已而为之 叫趁火打劫 逆伤很高 多少钱一个人 柯一到柯四是3980 然后包括场地费 你赚多少钱 我自己的话 一个人是980 哎呀 真切 严格的讲 当你有校园代理团队 你能赚到这个钱的之后 很少人会再跳出来 说我不干了 如果对于我自己人生来讲 我不可能一辈子 留在胡沃浩特做家校 然后去招聘 招代理 然后一辈子 你做一天算一天吗 能赚一笔试一笔吗 这不是我的风格 这不是我的追求 我的追求是 绝不死在自己的温柔梦乡里 要死就死在前进的道路上 要死在 哎呦 这么壮烈 你现在做烤鸭是什么 我做的不是烤鸭 我做的是总经理助理 就是总部 总经理助理 对 我做的是这个职务 自己应聘区的吗 对 干的不好吗 还行 还行干嘛到这来 我在进入这个公司来讲 我认为它是一个 由公司总部作业支撑 然后直接面对于各个店 各个区域 然后进行工作 我觉得我的 更擅长的是一些执行方面 那我进到公司总部之后 我现在主要做的职务会 任务会一些文职方面 你还想承担更多的 听从你刚才说 好像你说 我是在总部做 你难觉得更适合去做一些 具体的工作 要执行的工作 你要想到第一线去 其实这件好事 你为什么不能就跟这个总经理讲 我希望到第一线去 这样的话能够提高 未来我来做你的工作的话 会更好 为什么不能去这样 有没有问过 有没有提过 提过两次 提过两次 结果是怎么 怎么眼泪要掉下来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单隐形可能有点 刚才还出考鸭的时候 还没这样 对 我提过两次 就是说我想到分店 或者说从服务员做起 做服务员做几天 然后跟店长学几天 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学习 提过两次 那我们总经理给我的 回答是在意 这个可能是领导 会有他的一些想法 不对不对 你这不是眼睛不舒服 你声音都哽咽了 我真的是 是是真的 你徐昭这句话 是不是已经触动了 就是我没有太多的任务 然后我也没有一个 输出的方向 就是说你的去向不明 工作比较枯燥无聊 就是目前来说 我们公司 有一个担任两个部门的经理 他兼任总助两年了 这两年的话 我们公司一直在招总助 但是没有能 就是做得长的 我做了两个月 在这两年里面 算时间做得长的了 这也没必要哭嘛 这有什么好哭的呢 我可能做两年之后 我还是总助 那如果你的老板 今天你一回去 他跟你说 这个事我们今天就异一异 你还走不走 走 还要走 为什么 既然决定了 你为什么你敢断定 说两年以后 你还会在这做总助 整个公司的构造 现在模式是在那的 在那的 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老板对你的信任 其实并没有建立一个 初期的信任 所以你能不能 就是 其实你如果要再工作个 三个月五个月 时间长了之后 逐渐地对他 你的这种表现 让他信任你 然后欣赏你的才华 他可能就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去做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你有没有想好 简单的事情 你可能还没有做好 他就没有办法去 为以重 让你做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总部的话 你想 你想 我们还 我还有 做 已经在这个公司总部 做了六七年的同事 我就知道他会这样说 是不是说 你的上司 其实也很无奈 我的总经理对我是 还是挺我的 他每次跟你说在意 都是很无奈地说在意 那不至于 不至于 那你流什么泪 那行了行了 不问了 不问了